飛機的輪胎 乾淨 水泥石塊等飛機物 被堆置在太馬里鄉多良村 吉林部落下方 而這些飛機物是來自大溪國小 因宿舍拆除重建的飛機物 而吉林部落地處山坡地區 街道也相當狹小 大型重機居壓壞路面 也造成部落環境髒亂 部落族人氣得召開部落會議 要求產商說明 並且修復原樣 堆置飛機物的下方 有農民種植的生薑 再加上前陣子的大魚 遭土石滑落掩埋及泡水 導致作物損壞 堆置飛機物的廠商跟地主 已跟居民初步達成共識 會進行賠償跟路面修復 廠商跟地主表示 廠商跟地主表示 飛機物只是暫時堆放 會再另外清除移走 台東縣衛生局表示 營造飛機物必須循正常程序處理 不得隨意傾倒 以對該廠商開出限期改善 否則將依飛機物清理法第46條開罰 除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一千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 原始新聞物據台東泰馬里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